大家好 我是冒的气的老顽童赵聪达 前两天呢 我看到这个网上 有一个朋友 他讲关于谁亲的问题 是姑姑亲呢 还是舅舅亲呢 是表兄弟亲呢 还是堂兄弟亲呢 是爷爷奶奶亲呢 还是外公外婆亲呢 就是我们家乡说的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谁更亲呢 我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话题 虽然那个很无聊 我就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讲一下 一轮一下 怎么样才算亲 在过去的话 有一种叫什么亲亲相隐等等的 那种亲呢 不一定是真亲 亲兄弟都不一定真亲呢 还互相谋害呢嘛 互相谋杀呢嘛 是不是 特别那些有钱的 大户人家的那些 为了继承财产什么的 什么事他都出嘛 是不是 这个你怎么算他亲呢 可是有的时候 特别是古代 他却能显出亲来 为什么呢 你犯法 九族 什么三族 一下子 你本来就不亲 连认识都不认识 不知道你是谁 结果你犯法了 都跟着去了 你说他是亲还是不亲呢 就好像一棵大树 本来这一棵大树 没有什么 可是那个树叉子 有一叉出了问题了 结果就连根拔起来 那古时候 你说他到底这个 算亲还是不算亲呢 就好像那个 若傲士之鬼 他为什么他 他那样伤心呢 因为他是他们家的亲人 出了事 他们整个家族 都会被联系到 都跑不掉 所以说他在担心 死了以后 都没人来 给他上坟来 度了鬼 他在挨饿 可是像再不是这样 谁亲呢 我们觉得亲不亲呢 那是根据 你们处的好不好 相互之间的感情 你处到什么地步 有多亲 才能看得出来 当然了 在过去还有一种说法 亲不亲接级分的嘛 用阶级来分 亲不亲呢嘛 但是这个 我想嘴巴还说说 真正的到时候 谁也很难说 你用阶级分的这个亲 到底是亲还是书 就很难说了 这个亲书之间 缘近 这个你不能拿 那个血缘关系来定位 我认为是这样 那只能根据 你们相处的 相处的感情到了哪一步 感情合不合 好不好 才能看出亲不亲呢 父子还打官司呢 我们看嘛 这社会上 睁开眼睛看看嘛 亲兄弟 谁也不理谁 打官司 打到什么样 这种事有多少啊 可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在一起是勾肩搭背 常常在一起去亲得不得了 这样情形也有啊 那你说到底谁是亲 谁是书 你从哪里去分辨 所以说我老觉得我们有些人脑子出问题了 特别现在这个网上有些东西 网上有些东西 比如说那些供风 日本鬼子战犯的那些人 他们或许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利益勾结 我们不知道 有人来收买呀 还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也可能他们脑子出问题了 神情病了 他怎么样 我们搞不清楚 可是呢 他就出那样的事情 你本来欲奔鬼子还是战犯 在我们国家犯了那么大的罪行 我们全国人民这个恨 我们还恨不过来呢 他就供奉他 日本鬼子侵华那个大屠杀 在南京里面一次战争 就是他日本鬼子攻占南京的时候 因为南京有反抗 杀了几十万人 那日本鬼子拿来砍人来比赛 拿刀具砍人去 可是呢 现在我们国内却有一些人 有一些东西 他们在组织什么 搞那个日本鬼子的什么下雨 寄这个寄那个寄日本人的东西 拿到中国来 日本的文化元素 往我们中国人来拿 你拿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你把它拿到我们中国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是谁批准你在我们中国举办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所谓的活动 那那些这些人批准他来办这种活动 或者申请来办这种活动的这些人 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些什么东西 是一种什么利益或者什么想法 让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想不通 甚至那些 前两天我也说过一次 穿着那个河湖满大街袍 然后那么多人在网上写文章 拍视频 拼命的讲 这些东西他们是自由啊 他们喜欢啊 这跟那个仇恨没有关系啊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 它怎么会没有关系 这是在搞一种潜移默化 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怀着仇恨呢 还在想要分裂我们的国家 还想要帮助美国鬼子压制我们中国 让我们中国永远被他们压制住 永远放不了身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嘛 什么反中 虎台 帮助美国鬼子在中国周围 在那个日本的领土上 搞这个美军基地 装美国的这个侦探设施 什么电子设施 什么雷达等等的 什么装导弹的 要来压制我们的国家 他那些作为 这些人看不见 他说我们两国要友好 日本鬼子到现在 他们也跟我们友好 友好是用嘴说 实际的行动 却不是友好 这是明眼人都看得见的 日本鬼子跟我们中国 造成了那么大的那个伤害 杀我们的人 抢我们东西 抢我们土地 甚至想要灭亡我们这个民族 然后他说 没有仇恨了 我们应该忘记仇恨 我们想想看 日本鬼子做完了 他还没有说是像那个德国 至少德国在二战中 他做下那些罪行 他们迎认罪呀 他承认自己做错了 还给赔偿等等 日本鬼子什么都没做 没有给赔偿 而且直到现在 他还在拼命想办法 只要对我们中国 有伤害的事情 他全做 对我们好的地方他不做 当然也 两国之间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 这个这个 往来嘛 什么商业上的往来等等的 这些往来 他不是友好 而某些人却把它吹成了友好 说我们中国跟日本要友好 要忘记仇恨 凭什么 所以那些人的头脑 我今天要提这些话题 不是这一件事 两件事 很多事情 这些人头脑都坏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就好像那些提出来 谁亲谁缘的问题的 谁亲谁缘 父子之间还互相伤害 互相杀的吗 兄弟之间还 你死我活的吗 那么你说谁亲谁缘 什么表亲弟 堂兄弟呀表兄弟呀谁亲 谁亲 你跟他处得好才亲 处得不好了就是仇人嘛 怎么亲 你拿那个来讲这些东西的这些人 你们的头脑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你们的头脑还清醒吗 你们是不是现在 你们还在梦里面睡醒啊 我就奇怪 那些那些东西 我们稍微有点头脑 我们不用说是有多深的学问 你拿来在网上 你们做自媒体也好 你拍视频 找什么也好 你写写文章也好 等等 我们不说你有多深的学问 稍微在你那个头脑 是个正常的人 你也能明白这一点吧 我们的社会上 我们睁眼都看得到嘛 亲兄弟你杀我 我杀你的也有多少 父子之间跟仇人一样的 也有多少 可是那个互相之间 什么也没有的人 却能亲近的 甚至刚才我说的 本来日本鬼子跟你没有关系 你是个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受了日本鬼子 那么多的害 今天却有很多人 去拍日本鬼子马屁去 去媚日 去舔日 然后呢 把日本鬼子那些罪行 想要给他洗白掉 这些人的头脑是怎么了 我想问问 你们的头脑出了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们的头脑有问题的话 去治治 实在不行 看看哪里有脑藏片了 卖的 你们去买一点 吃一点来 没有用的东西就少说 今天我这个 借这个 借这个机会 讲这番话 就是希望能够 通过我这番话来提醒某些人 你们想一想 做什么事情先想一想 特别现在这个 这个自媒体呀 很多人拍视频 你看上去是在搞笑 他在搞笑 他在玩 有的我想 也是为了利益 那当然也有人骂 我是利益 我没有关系 你说我是为了利益 我就是为了利益 可是我拍视频 不是每一个视频 而是这个平均 每天收入 也是一块左右钱 有的是几毛钱 甚至还有的是 一分两分钱 那也管不到 他也是利益嘛 你说我是利益 我就是 也算就是我为了利益 那么你们是为了什么 你说你 你拍那个是搞笑视频 你拍的某些东西 你想要吸引别人来看 可是你那个东西 我觉得看了对人 是有坏的影响的 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个整个社会 这个伦理 道德 这个人心 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的 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影响 对我们的社会 是一种伤害 所以说我们想一想 做什么事情 先想一想你的立场 你要做什么 你做了以后这件事情 是有什么样的后果 有什么样的 以后会带来什么 先想好了 所以说今天我在这里 我想提醒这些人 你们在做事 你们在拍视频也好 写文章也好 你在网上 发这些东西之前 先想一想 我这个东西发出去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这个说法 有的人可能是不喜欢 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我想的我就要说 我觉得我有 我有这个责任 我要说出来 提醒大家 如果您觉得我说的不对 你可以提出来批评 但是希望你是理性的出来批评 而不是谩骂 好 谢谢大家 再见